腾讯体育室当地时间8月1日 旧金山巨人队宣布 队中投手约翰尼库埃托车内窥头将与当地时间星期四进行吃骨副鼠润带重建手术 去负责主当的医生透露 手术后的恢复期将长达一年 这也意味着这名巨人队仰仗的投手将赛季报销 而直到下个赛季后半段 顾埃托才会有希望伤预参赛 再受到走步伤病困扰前 顾埃托状态是有 拿下了三胜灵父的成绩 防御率达到0.84 在32局比赛中继让对手完成16次安打 然而在阴伤缺阵两个月后 顾埃托的状态急转直下 临身而复的同时 在偷球的21局比赛中被安打30次 持股副鼠润带重建手术 又被称作汤米约翰 汤米诸彦润带重建手术 1974年 一名名叫弗兰克乔布 Bank Job 的医生成功为当时效力于洛杉矶的 其对投手汤米约翰 汤米诸彦润进行这项手术 手术因此得名 今年来该项手术的康复率高达85%到90% 而具多名伤愈付出的投手称 手术后的他们感到自己的手臂更加强壮有力 当时的汤米约翰在经过18个月的康复期后 于1976年付出 并一直到1989年才退役 虽然将告别赛场至少一年 不过库埃托表现出了十分乐观的心态 居然对总经理艾文斯 Bobby Evans向媒体投资 库埃托正在积极进行恢复性准备 并期望能够尽早返回赛场 他库埃托是一名十分清分的球员 艾文斯说道 对于缺少主力投手的球队 艾文斯表示对球队依然有信心 在整个赛季 我们时刻都有能够挺身而出的球员们 目前 居然对55胜54负 排在国联西区第四名 长西北安的脸泽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